也许明天没有谁 陪我走过潮汽潮落 本教程由威风银制作 学唱歌向威风银 大家好 我是威风银高级声乐指导老师浩敏 在上一集当中啊 我们学习了这个唱歌的时候 普通话一定要标准 但是过分自震腔圆的普通话 其实是不太适合在唱歌当中运用的 而唱歌当中的普通话 跟实际上这个自震腔圆的普通话 还是有些区别的 就比如说 哥们今天吃了吗 大家看我如果这样去咬字 这样去咬字好像就不太能用来唱歌 那如果我唱歌就会变成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自然 你会觉得这个咬字在后面 而实际上随着这个流行音乐的发展 现在比较先进的或者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咬字啊 一定是靠前的 一定是亲切的 一定是亲切的 说话要嗲一点 你会觉得整体的这个感觉更能打动你更加亲切 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读一些歌词 或者是一些书报纸都可以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自然 两个人的爱 有两人分担 这样咬字靠前着去读书 当然如果你变成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自然 这样就放在唱歌里一定不好听 不够亲切 不够打动别人 所以想要把歌唱好 咬字是非常需要练习的 每天呢 保证一定时间的练习量 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